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大家好 孙主任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了 那今天您将会带给大家什么样的主题呢 请您接题 本场我们考验的主题是 寻麻疹 寻麻疹 为什么把它当作我们今天的主考题 寻麻疹啊 这个疾病呢 它也叫前麻疹 我们在乡村长了一种植物叫前麻 如果不小心我们的皮肤碰到这种前麻之后啊 我们皮肤上就会出现红色的疹子 非常的痒 疯团 那么我们就把它叫前麻疹 那么为什么叫寻麻疹呢 它是个多阴字 叫的人多了 就把它叫成寻麻疹 那还有一个名字 它叫什么呢 叫风鸽的 因为这个寻麻疹啊 它发生的时候突然就出现了 然后过一段时间内 它又突然消失了 就像刮过一个阵风一样 这个疾病啊 还有个特点是什么 春季发作比较多 可以长在身体的很多部位 但是长在某些特殊的部位 会有生命危险 需要我们格外注意 那我们看一看 我们今天现场的各位乡村医生 有没有信心 来应对我们今天的主题 寻麻疹呢 我们先通个一个短片 来认识一下各位成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红队 蓝队 两队成员 我们欢迎红队 红队 红队 答题全队 来 我们认识一下蓝队 欢迎 蓝队 蓝队 出类 八岁 好 欢迎蓝队 来 我们听下今天的答题规则 本期节目一共五道题 每答对一题即可获得一个健康大礼包 答对累积 答错不减 前四题为必答题 红蓝双方各派出一名队员 第五题为抢答题 答对累积 答错 对方获得一个健康大礼包 清楚我们的答题规则了吗 那在今天正式答题之前 我想问一下孙主任 通常我们的蜘蛛疹 都会长在身体的哪些部位呢 它可以发生在人身体很多部位 那么我们身体里头和外界相通 最大的器官是什么呀 是皮肤 那么还有一些和外界相通的是 黏膜部位 如果要发生在黏膜部位的蜘蛛疹 那么它有的时候症状是非常重的 而且呢 有的时候呢 还有致命的危险 好 那我们接下来第一道题目 就和您说的这个信息相关 我们听一下第一题 身体哪个部位长了蜘蛛疹 会特别的危险呢 这是一道单选题 A选项 气管 B选项 肠道 C选项 胃部 请红蓝双方做准备 三 二 一 请作答 红蓝双方都给出了答案A选项 也就是气管 我们先听听马成医生的分享 蜘蛛疹 他的发病机制就是皮肤 黏膜的小血管扩张 或者渗透性增加 引起了一种水肿性反应 那么气道呢 本身就很狭窄 如果水肿了呢 就会造成气道的更加狭窄 引起呼吸困难 如果长在喉头部位呢 会引起过敏忧休克 我们听听看我们蓝队的 江乃军医生的分享 发生于那个喉头 还有那个支气管部位的 这一种的血麻疹 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 因为喉头水肿之后 它会引起呼吸困难 严重地可以导致死亡 说得非常有道理 但是这道问题 红蓝双方答案究竟正不正确呢 有请孙主任我们介绍正确答案 红蓝双方答得也非常的好 非常精辟 答案非常正确 加油 那这道题呢 红蓝双方都答对了 恭喜红蓝双方 各获得一个健康大礼包 恭喜 给自己下加油吧 这个血麻疹啊 别看皮肤病那么老多 那么只有这一个疾病 需要有急救措施的 如果喉头粘膜出现了血麻疹 它就引起喉头水肿 出现呼吸困难 喘憋 有的人是有哮喘 如果再严重了 它把喉头这个地方给堵住了 那它就窒息了 所以呢 这需要急救的 那如果真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突然间遇到了这种气管 虚麻疹 这种紧急情况 我们该怎么办呢 有这种危险的情况下 一定要背着手里 背着抗过敏的药物 如果出现了 赶紧拿过来 嚼碎了 咽下去 能缓解衣食 当然 这同时要赶紧找最近的医院去看病 但是对于喉头如果出现水肿 那怎样去判断它呢 第一个就是说什么呀 它有憋气 喘憋 然后胸闷 就像别人用手掐着它脖子 不让它喘气一样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那就是我们要判断它了 它就有危险了 那我们出现虚麻疹的话 很多朋友就会用过敏药了 但是实际上用过敏药的时候呢 里面有很多的门道 您到底会不会用过敏药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 好不好 来 应对虚麻疹抗过敏药 应该怎么吃 效果最好呢 这是一道单选题 A 不养不吃 B 长期固定剂量 C 一段时间内逐渐递减 请红蓝双方做准备 准备好了吗 好了 321 请作答 两边都给的是C选项 我们先听一下 红队的高峰医生的分享 你吃一段时间要减料 要递减 为什么递减呢 这个抗过敏药 也不能长期吃 它递减的感生功能 也不是太好 来 我们听一下 王志生医生 您为什么选择了C选项 那么谁知道他病情的好转 我们要去进减量 不能突然停 要去观察 如果慢缓解以后了 停掉以后就停掉了 好 谢谢 谢谢两位的分享 那这道题 红蓝双方究竟有没有答对呢 感谢中国医师协会 乡村医生分会 和好医生药医集团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广告之后 为您介绍正确答案 那这道题 究竟有没有答对呢 孙主任 这道题呢 确实是答案是选择C 一段时间内逐渐递减 我们应用的抗过敏药 基本上都是抗阻碍药物 它发挥的疗效以后 它就是我们控制住病情 一段时间之后 可以逐步逐步减量 调动自己身体的抗病能力 好 恭喜红蓝双方 第二道题都回答正确了 都可以获得健康大力包 我想问一下孙主任 我知道您特别擅长中医 在中医里面有没有一些 也比较适合我们 用来抗过敏的药物 有一些药物还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它是慢慢起作用的 那今天有没有带宝贝来呢 现在有 我们可以拿上 好 谢谢 你可以尝一尝什么味道 还凑合 它是可乐吗 不对 它比可乐要酸 咖啡吗 不 咖啡是苦的 它有点甜 如果能冰镇一下的话 感觉就更好了 大家猜一猜这是什么 酸梅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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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梅汤啊 它主要成分是乌梅 那么它是一种干燥 尽成熟的果实 它具有酸干化阴 清热降火 舒缓经络的作用 而且呢 我们现在研究它啊 它还有抗过敏的效果 那它这个酸梅汤 主要的成分是什么 它就是两个酸的 两个甜的 那么酸的是什么呢 乌梅和生山楂 那俩甜的是大枣和甘草 它具有清热解暑 调离脾胃增强免疫力的效果 如果要没有糖尿病的人 我们再割一点点冰糖 然后呢 再割点桂花 更清香了 那平时我们 如果想抗过敏的话 那日常把酸梅汤 当饮料就可以了呀 这个我们治疗这个寻麻痣啊 它只是一个辅助的饮料 我们不能够完全依靠它 我们如果要治疗一个寻麻疹 我们要中医要讲究的是 辩证论治 要分清它的寒热虚实 那接下来这道题目 就跟它是风寒风热有关系 来咱们看一下第三题 以下哪个是风寒引起的 风疙瘩的典型表现呢 我们有三个选项 这是一道单选题 A选项 整块发白 B选项 边缘明显 C选项 皮肤发干 请红蓝双方做准备 三 二 一 请答题 两位给出的答案都是A 我们先听一下李让飞医生的分享 那个寻麻疹的 风寒险寻麻疹的 它是一个色白 或者淡红 这个预冷则法 好 谢谢 来听一下蓝芳医生的分享 韩巧华医生 韩像的蜂麻疹 它就表现的为什么呢 吃腹发白 日冷的 那个它就痒得更狠 但是正确答案 是不是整块发白A选项呢 孙主 答案确实是A 整块发白 恭喜 你帮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风寒型的蜂麻疹 会有这样的症状 其实呢 我们中医啊 都是把这个病因 都分为风寒鼠尸造火 那么它根据这些个情况呢 根据你的皮损的情况 把它归个类 归个类 所以呢 对于风寒型的蜂麻疹啊 它的特点 皮损就是风团啊 是色白 愈冷加重 愈热减轻 然后呢 行寒之冷 口不渴 那么磨脉呢 是浮紧的 蛇呢 是淡的 胎呢 可能是白 也可能是白膩 这是风寒 蜂麻疹 那么对于风热 蜂麻疹呢 它是相反的 风团色红 预热加重 得冷则减 那么口渴 大便干燥 舌红 胎有的时候是黄的 脉是浮硕的 就是脉跳得比较快 这是它们区别 好 那如果说 我们遇到这种 风寒型的蜂麻疹 发作的话 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因为得热则减 要保暖 这是我们在生活上 要注意的 当然我们 在中国古代的时候 在汉代的时候 就已经用这个方子 来治疗血麻疹了 那是一个经典方 经典方 叫麻黄桂枝各半汤 那这里头要 有麻黄 有桂枝 有勺药 有生姜 有甘草 有大枣 还有杏仁 我看到这个方子了 跟您之前推荐的 这种方子有所区别 它好像没有明确地 标注刻数 对 为什么要没有呢 因为这个 寒冷性蜂麻疹 它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一定要找大夫来看 它给你加减 这就是中医的特点 辩证论治 随证 随证调量 但总之告诉大家 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从汉代传下来的 经典方 专门应对的 就是风寒所引起的蜂麻疹 对 好 那我们如果遇到了 风热的这种蜂麻疹的话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办法呢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我们下一道题目 来 我们请听 第四题 以下哪种代茶饮 可以缓解风热引起的风疙瘩 这是一道单选题 A选项 桑叶 灵霄花 生肝草 B选项 荷花 梅花 代代花 C选项 玫瑰花 荷花花 机关花 请红蓝双方做准备 准备好了吗 对吧 来 物数321同时亮牌 来 321 请作答 来 于金飘医生 一些去分 止痒 或者是 解决分热型的 这个中药呢 对这个分热型的蜂麻疹呢 有一定的疗效 所以我们主要选择A 来 我听一下 叶贤海医生的分享 A选项 我看到第一个桑叶 我只能可以端定他了 桑叶的功效就是 素散风热 截表透枕 所以我就坚定选A了 那究竟A选项正不正确呢 这个答案是正确的 恭喜 恭喜红蓝双方 达了四道题 这四道题 全部大队 都可以获得健康大力包 风热型蜂麻疹 那它的治疗方法就是 去风 清热 止痒 这个桑叶啊 它具有疏散风热 清造润肺 那么这个灵消花呢 它就有凉血 去风 止痒的效果 生肝草 它呢 具有调和猪药的作用 现在研究啊 这个生肝草呢 它含有的肝草酸肝 这个有效成分 可以抗盐 抗过敏 那么各取五克就行了 那么这一天 你搁到杯子里 当茶也喝就行了 好 谢谢 我知道您经常会推荐 大家一些个穴位啊 或一些个按压的办法 您治疗蜘蛛疹 有这样的好办法吗 其实对于蜘蛛疹这个疾病呢 不能单靠一种方法来治疗的 它呢要 一是找原因 第二个呢 要采取中西医结核的方式来治疗 那么气医呢 一般作用比较快 救急 非常好的 缓解症状也非常明显 但是对于这个疾病 预防复发来说的话 我们目前来说的话 用一些中药 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于一些顽固性的蜘蛛疹 我们 现在我们科呢 可采用着 叫穴位封闭这种质法 这种可以说是治疗 蜘蛛疹一种特色治疗方法 那能现场给大家演示一下吗 这可以的 欢迎孙主任 还有咱们孙护士长 还有我们的护士 我们一起来完成 那您可以开始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取这个穴位 取一个是上肢的 取持穴位 它是在 这我们一弯走 这有个窝 叫齿则穴 齿则穴 这个穴位呢 还有一个 在摸摸外边有个头 叫宫姑小头 这两个点的连线的终点 就是取持穴 它具有驱风质氧的效果 就取好了这个穴位之后 我们要进行穴位封闭 这个是我们就是血液注射常用的药物 就是维生素B12 维生素B12 这个药物呢 它非常的安全 对于调节神经也非常好的 现在是常规消毒 两遍 那么在注射的时候呢 左手的话要绷紧皮肤 进行快速的垂直刺入 刺入一定深度以后的话 一定要有一种真感 就是我们中医叫得气 就是有酸胀的一种感觉 只能有这种感觉的时候 我们才能把我们的药物呢 慢慢注射到穴位内 好 那俱石穴是一个 还有别的穴位吗 那么如果说这个慢性穴位 非常的顽固 反复发作 这个病人免疫力也非常的低呢 我们还可以选另一个穴位 叫足三里 足三里大伙特别熟在哪呀 我们找到外部的吸眼这个位置 吸眼下三寸 你自己的手指头 并上四指 前面不有个骨头吗 颈骨这竖着呢 颈骨旁一横指 旁开一指就行了 你按一按也是有酸麻胀的感觉 它具有调理脾胃 补中益气 强身健体增强免疫力的效果 这里头呢 我们用穴位注射来 给它调节它的免疫 这样的话呢 可以减少顽固性寻麻疹 它的发作次数和骚痒的程度 一般十次一个疗程 隔一天打一次 一般打完这个取吃之后 过一段 在西洋一周左右呢 你可以再打足三里 可以交替打 总共呢 一般三个疗程 有很多人 一些顽固寻麻疹 就这样 它慢慢就可以了控制下来了 这是孙主任 咱们科 一个特色疗法 和我们科的老前辈们 总结的一种治疗的方法 效果还是非常好 一种封闭的治疗方法 但是要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在家里面随便试 我们今天演示给大家 就告诉大家 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好的疗法 如果大家有需要 大家应该去专业的医院去做 对 好 对 谢谢 谢谢孙主任 也谢谢两位医护工作者 谢谢你们 孙主任每次来呢 帮我们医病 带来吃的 喝的 还带来一些特色疗法 我再稍微的过分一点 提个要求 有没有一些个方便的随身携带 而且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我们都知道 我们巡马脸 最明显的 最不舒服的是什么呀 痒吗 骚痒 那么对于一些严重的骚痒的话 我们要给它 给它救急呀 我们可以用一些涂抹的方法 你有小法宝吗 我经常要推荐病人 用一些喷雾的方式 就是这样 这个 是吗 很简单 用一种野生的野草 给它熬制了 然后装在瓶里 如果说你夏天发蕴马蕃呢 颜色比较红呢 我稍微搁个冰箱冰镇一下 如果冬天的发作呢 我们常温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们每次发作的时候 拿下来往皮肤上一喷 它呢 只痒 好 常见的野草 对 但是你又不告诉大家是什么 是吧 我们可以猜 我们猜一猜 刚好也是我们 今天现场的第五道题 要明确一下 我们这道题是一道抢答题 那我待会说 请抢答的时候 我们可以拍箭 然后抢答到的一方 作答 如果回答正确的话 自己获得一个健康大礼包 如果答错 对方获得一个健康大礼包 清楚规则吗 清楚吗 好 来看一下第五题 对于徐马疹 以下哪种植物 植养 最有用 这是一道单选题 A选项 大家可以放大图看一看 A选项熟吗 爱叶 爱叶是吧 来看一下B选项 蒲公英 蒲公英 好 我们再看一下C选项 车前草 车前草 是吧 准备好了吗 请抢答 蓝队 来 团队可以合议一下 合议之后 可以给出最终的答案 因为这道题非常的关键 如果回答对的话 自己得分 回答错的话 对方得分 我们选A 你还没有商量完 你选A吗 A 你选A爱叶吗 究竟 治疗菌麻疹 是不是爱叶 最管用呢 有请孙主任揭晓正确答案 爱叶 它具有温精散寒 驱风止氧的效果 它对寒冷的去有效 为什么止氧 它有抗过敏的效果 所以最佳的答案就是爱叶 恭喜 恭喜蓝队 五道题大获全胜 满载而归 恭喜 这个叶贤海医生 最后是非常的坚定 是吧 恭喜恭喜 来 掌声送给蓝队 那目前的得分情况呢 非常的显而易见了 蓝队五道题 全部都答对了 获得五个好医生健康大礼包 而红队也非常的不错 最后一道抢答题 没有抢到 但是我相信 如果他们回答的话 一定是这个答案 获得了四个好医生健康大礼包 给自己些掌声 最后关于蕁马疹的预防和治疗 包括我们今天节目 您讲这内容 能给大家梳理梳理嘱咐几句吗 因为蕁马疹这个疾病啊 它可以发生在身体的很多部位 也就是发无定处 但是我们要知道 它的危险是发生在黏膜部位的 尤其是呼吸到猴头部位 如果出现憋气了 一定要急救 因为你只要窒息五分钟 六分钟之后 大脑就会死亡 它会要命的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治疗这个疾病 因为它属于过敏性疾病 我们抗阻安治疗的时候 一定要有规律地去用药 逐步停药 不能突然停 那么如果要按照冰来降挡 水来吐一吞 那么这个病是治不好的 再有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中医治疗这个疾病啊 一定要分清寒热虚实 要辩证论治 不能一方用到底 它是一方用到底 可能这个人有效 另个人可能就没效 所以在这里呢 我祝愿所有慢性虚马疹的患者 早日康复 也非常感谢我们好医生 蓝牧组 感谢中国医师协会 乡村医生分会和好医生药医集团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期加油好医生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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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